今天請來心臟科的村科醫生 陳傑醫生 陳醫生你好 其實陳醫生 今天你給了我小環耳 但其實我說小環耳而已 其實用來救命 這條很有鐵線 是什麼來的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經常講通波仔 大家有沒有見過波仔 或者支架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一個支架的模型 大家看到這個是一個很幼的導管 這條是導管 現在這條是導管 這個是屬於一個支架的導管 為什麼要這麼長呢 因為醫生就會經過病人手腕的動脈 或者是大腿的古動脈 就穿刺 把導管放上心臟 所以有預留一定的長度 這個導管就會將支架輸送 經過手腕的動脈 就上到心臟 放進去心臟閉塞的血管裡面 它是開通的血管 如果鏡頭 zoom in 大家就會見到 大家看到這個金屬反光的就是支架 其實這個是一個接合了的支架 放進心臟血管裡面之後 就會用個球囊把它掌開 掌開之後它的形狀就好像一條金屬的水管 不過它是一個網狀的結構 明白 就會把血管撐回來 是嗎 沒錯 譬如以這個支架來講 大概撐起它最大是撐到幾大 最小的支架一般的直徑是2.25毫米 而最大的支架可以去到5毫米左右 那這個大概是多少 這個就是一個4.5毫米直徑的支架 即最高它可以撐到4.5毫米 沒錯 其實不是很大的 我們心臟的冠狀動物血管也都不是很大的 一般如果是4-5毫米的冠狀動物血管 就算是很粗大的 我真的猜不到我們經常都講支架支架 原來在它還撐起之前 其實你不真的聚精會神 zoom過去 你怎麼會看到它 陳志生 原來你們心臟科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是一個很精細的手術來的 當然我們就要配合一些X光的造影 去看清楚這個支架的位置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利用一些叫做血管內超聲 去輔助手術 增加精準性和安全性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波仔是否都是類似用這種方法 沒錯波仔都是類似的方法 不過波仔就是透明的 我們中間就會注射一些造影劑 去脹開球囊 但是脹開血管的血管會縮起來 所以就必須要放一個金屬的支架 去撐開血管 明白 所以如果我們不認識的人 拿著這兩條東西 真的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原來是這麼重要 都是一樣是用來救命的 今天謝謝陳醫生 謝謝你 給了一些健康教育 很多朋友都會做一些支架的手術 但他會知道怎樣進行 原來其實都是很精神的手術 謝謝你陳醫生 謝謝你 謝謝